在ChatGPT加入Vibe Coding的戰場之後 接下來這兩天 GEMINI 終於也加入Vibe Coding的戰場了 而且非常重磅的推出了免費開源的GEMINI CRI 今天就來教大家要怎麼去安裝以及基本的使用教學 Let's go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啟用囉 如果你對AI教學內容有興趣 每個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錢 就會獲得更多的內容 想要更加深入學習 但常常出問題 選擇學習plus方案 就有一對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願意支持我們 也可以每個月請我客觀講得多 讓我持續創作更多內容 影片要開始囉 你準備好了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當 很多人可能還不太知道什麼叫Vibe Coding 先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Vibe Coding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用 很白畫文的方式告訴AI 那他就會按照你的語意 然後直接幫你打造你想要的工具 想要的網頁出來 而且是直接幫你建立檔案 即便在這個開發過程中有任何的錯誤 你只要把錯誤截圖下來 或是複製這個錯誤訊息下來 告訴AI之後 他一樣會再幫你進行修改調整 反覆這個過程直到你想要的功能 或是錯誤修正完畢為止 所以不論你是懂程式的人 不懂程式的人 都可以透過Vibe Coding 直接打造出想要的這個工具來 雖然目前很多工程師 都會覺得用Vibe Coding 還是蠻雞肋的 因為畢竟寫出來程式 到底能不能用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本來就是已經是 開發程式的工程師的話 使用Vibe Coding 可以加速你開發這個速度 畢竟有很多基本架構 你不需要再從頭來過 你只要透過Vibe Coding 就可以幫你達成一些基本的要求 我自己試下來的話 一些基本的程式 以及基本需求的這些結構 基本上Vibe Coding 目前都蠻穩定的 那如果呢 你是完全不懂程式的人 也想要嘗試看看 開發個什麼工具 或網頁的話呢 這個Vibe Coding 更是適合你們 畢竟呢 只要用白畫紋 就可以進行開發 包括修改錯誤 也是只要用白畫紋 不是用截圖丟回去就可以了 不多說直接往下帶大家來看 要怎麼去安裝這個 Gaminite CLI 以及怎麼去使用吧 在開始介紹安裝跟使用之前呢 先帶大家來大概看一下 Google的官方部落格 這邊有大概介紹了一下 Gaminite CLI這個工具 Gaminite CLI這個工具呢 它是用終端機的介面的工具 而且呢 它目前是完全免費 而且開源提供給大家去使用 那至於API Key的部分 大家應該很好奇 它目前提供的是 Gaminite 2.5 Pro這個模型 那免費額度的部分呢 每分鐘提供可以60次呼叫 每天最多可以有呼叫1000次的執行額度 這個提供的量呢 基本上呢 我覺得很難在一天內把它用完 所以對於很多開發者來說 這幾乎就是跟你講說 我們免費提供給你使用的概念啦 不過在這樣大量免費的情況下 可想而知這個執行速度 應該也會被拖慢啦 但無論如何 Google提供了Gaminite 2.5 Pro這個模型 而且有每分鐘60次 每天有多達1000次的模型執行額度 這個呢不用真的是白不用啦 那往下的一些介紹呢 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到Google的官方部落格去慢慢的 稍微看一下 它寫的這些功能以及內容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看看這個Gaminite CLI的話呢 目前Google有直接把它放到Github這邊來 直接就是開源免費讓大家去使用 你到Github這邊呢往下拉之後 這邊呢就有介紹到要怎麼去安裝 首先呢不論你是Windows電腦 Mac OS電腦 或者Ninus的電腦 都可以安裝使用沒有問題 那不論你是哪一個作業系統 首先都要先安裝Note.js這個東西 Note.js這邊你點過來之後 這邊都有告訴你要怎麼去安裝 比如說以Windows來說你打開終端機之後按照它這個順序去輸入 輸入完之後最後確認一下你的版本 有的話呢 就代表安裝成功這個沒有問題 好比如說以Mac OS來說的話 安裝完之後最後一個步驟我們會去用NPM來確認這個版本 我們來看一下 有版本呢就代表呢你這個Note.js有安裝成功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往下去安裝Gamini的工具 安裝Gamini工具呢 它這邊有兩個指令可以去做選擇 那我自己試下來用下面這一個呢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後續用快捷鍵要呼叫Gamini出來 也比較有成功 那上面這個呢我不知道為什麼安裝完之後呢 要使用它的呼叫指令是叫不出來的 所以我推薦大家呢可以複製下面這一個 那一樣我們到中端機這邊來 然後直接輸入指令 貼上去Enter 它這邊其實是兩行指令 第一行是安裝Google的Gamini CLI 第二行就是直接呼叫它 之後呢你到中端機來如果想要呼叫這個Gamini CLI呢 只要打Gamini上去 就可以叫出這個界面來了 好第一次使用呢它會要求你去選擇布景 那這個布景呢看你想要使用哪一個布景 那這個是沒有用滑鼠操作了 在中端機上面就是直接用上下左右 Enter空白這些直接用鍵盤來操作 好選擇好之後你就按Enter 然後這個布景呢就選擇上去了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就是驗證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登入Google帳號來使用 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了每天的免費額度 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提供它Gamini的API Key 或者是Vertex AI的API Key 都可以 那這邊呢我會推薦大家就直接用免費的 就直接登入Google帳號 你就一樣按Enter 它就會帶你到登入Google帳號的地方 看你要連結哪一個Google帳號去做使用就可以了 好看到這個畫面呢就已經成功登入了 那你就會回到中端機來看 這邊也可以看到它已經有成功登入了 好接下來先教大家一些基本的指令的部分 首先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執行相關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斜線 這邊呢會告訴你有哪些基本的功能在這裡 比如說查看資訊然後驗證的方式 如果你不想要用Google登入了想要改成API Key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修改 這邊可以調整你要記錄對話記錄的地方 Clear呢就直接清楚你當前的畫面會直接回到 一開始的畫面 然後再往下呢一樣有MCP 然後記憶體管理 然後如果你要離開的話要輸入QUIT 或者是呢可以按下鍵滿Ctrl11兩次 一樣可以退出 好往下這邊有Stats 可以查看一下你目前使用的狀態 然後有些Tools給大家看一下 Tools這裡面呢有些相關的指令以及工具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想要透過它 來搜尋Google上面的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打一些指令之後然後請他用Google Search 然後去搜尋你要的東西 那他就會去從Google搜尋到內容之後提供給你 好這時候呢我先退出給大家看一次 Ctrl11按一次他會跳出那個提示 然後再按一次 他就會跳出來 那每次跳出的時候呢 這邊呢都會顯示你這一次使用了多久 然後總共用了多少API Key 那你就可以大概的知道說我今天用了多少量掉 才比較不會呢超過這個免費的使用量 好接下來就要教大家呢要怎麼使用Gemini CLI來進行Vive Coding 首先你要在中端機這邊呢切換到你要去建構檔案的這個資料夾的地方 再去執行Gemini 至於要怎麼去切換呢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如果你是Windows 他的指令應該是什麼 Mac OS指令應該是什麼 那你切換到你要去的那個資料夾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直接執行Gemini 那就會進到了我們一開始安裝的這個界面了 好然後介紹一下這個界面 這個呢中端機界面呢 這個輸入框這裡呢 就是用來輸入你要使用的指令 好這邊呢我先開好我們進去的那個資料夾在這裡 然後這邊呢我來簡單試一下 什麼叫Vive Coding呢 Vive Coding就是只要你輸入指令之後 他會幫你跑完程式 然後幫你直接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建立檔案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的了解我們直接先建立一個空檔案來給大家看 比如說建立一個空的index.html的檔案 好所有的Vive Coding工具呢目前一定都會有詢問你的時候 也就是需要建立檔案 修改檔案或是刪除檔案的時候 或是刪除檔案的時候 只要有遇到要變更他就會問你是否允許去執行 那你只要允許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個資料夾裡面就出現了index.html這個檔案了 這個就是Vive Coding你不用像平常跟AI問答一樣得到答案之後複製起來然後再自己去貼到這個檔案 Vive Coding的話你只要在這裡輸入指令這邊就會幫你建立起來 接下來我們來再試一個做網頁小遊戲好了 比如說建立一個網頁小遊戲 貪食捨的遊戲 具有計時暫停重新開始的按鍵 有分數統計 10筆的歷史分數 我們Enter 然後去建立 給大家看一下建立的時候他都會 先列出這個 自訂的計劃出來 問你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就可以開始編寫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沒問題請開始製作 有沒有一樣只要有開始建立檔案這邊就問你是否允許 那因為同一個檔案呢如果你不允許全部的話他就會一直問你一直問你 你可以直接選第二個就是總是允許就可以了 好這邊他就說檔案已經都建立完成你可以去直接執行那個檔案然後就可以直接遊戲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邊不用等他跑完這個比較不重要 那我們可以直接去執行看看 我剛剛網頁一打開就直接去撞牆 因為我沒有給他一個 按下START才會開始遊戲的這個功能 所以一開啟他就是開始 那沒關係我們按RESTART之後來試玩看看 完全沒有問題可以玩 功能也都正常 我們撞牆看看 Game Over這沒問題你看 分數也都會記錄下來 那也有按照我說的統計分數 統計時間 有一個暫停按鈕跟RESTART 就是完全的按照我的要求 好那介面的部分呢說真的也是蠻簡單朴實的啦 那我不得不說一下 如果你是用Cursor去打造這個網頁小遊戲的話 介面會好看很多 而且呢你沒提到的功能有些他會自動幫你加上去 這一點呢我覺得 Gemini CRI 呢目前呢 畢竟他就是剛開始啦 那當然 隨著越來越多人使用我相信 Gemini 在開發程式這一塊呢 應該也會蠻飛速的去進步的 原則上呢 Gemini CRI 的使用方式跟安裝方式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他就是利用中端機介面來達成這些指令需求 那每次離開的時候呢 他就是會顯示這一次使用的這個量 不過現在 Gemini CRI 的免費呢 主要是看你的執行次數 並沒有看你的Token 這一點真的蠻佛的 大家呢可以 趁機好好的去運用一下 看完上面的介紹之後 你是不是也想要嘗試看 Vibe Coding 了呢 直接用白話文來寫程式 而且Google 推出的這個 Gemini CRI 幾乎就是完全免費讓你使用啊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的教學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